受到了疫情 还有新疆香港等等问题的影响 北京冬奥 现在似乎成为国际间政治角力的一个中心 那美国的拜登团队 到底要不要抵制北京冬奥 现在看起来似乎也呈现多头马车 有人说要有人说不要 那拜登团队也非常小心翼翼 多次澄清他们的立场 不过也因为摇摆不定 也让大家关注美国下一步到底怎么做 但美国其实过去也曾经有抵制过他国所办的奥运 结果成效又是如何呢 今天大世界话题我们就带你一块来看看 先带您认识一下北京冬奥的一个举办时程 时间会是在明年的2月4号到20号在北京登场 那这算是体谈的一大盛事 而且北京过去曾经在2008年办过奥运 这一次当然他们准备好要再一次的大展身手 因为呢北京不但曾经获得下奥会的举办权 然后呢接下来又获得了东奥会的主办权 连续两次过去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能耐 所以对北京来说多么风光的事情 当然呢为了要办这么大的一个国际赛事 盖场馆的时候砸钱不手软 我们跟看到习近平亲自去视察筹备的情况 来表达他的重视 好可是现在出现非常多的争议 导致于北京在办这一起冬奥的时候 是绑手绑脚 先看看美国国会 好美国的参议员 他是共和党籍的罗姆尼 他就有在上个月投书纽约时报 他说中国共产党去镇压香港示威 迫害维吾尔族 而且呢还不断的审查媒体审查公民 他认为应该不要让北京来办冬奥 然后呢也提出除了教练跟运动员之外 他认为民间跟企业都不应该到北京观赛 因为一来呢就会增加中国大陆的一个活动收入 可是呢他也有提醒哦 他说他不是主张叫运动员都不要去比赛 因为这样子是没有用的 原来呢1980年代 当年是莫斯科主办奥运 那那个时候其实是冷战时期嘛 苏联入侵了阿富汗 结果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 他就下令说好大家都不能去参加 那个时候啊美国登高一呼 结果有超过60国响应 而且这60国当中就包括了中国 也有加入抵制 并没有去参赛 结果呢结果反而让那一届的俄罗斯运动员 获得了超多奖牌 然后苏联也没有兵因此撤军 是到1989年才撤军 所以说罗姆尼他就认为说 叫运动员不要去参加 这不是一个聪明的方法 应该换个方式抵制 好那另外还有一位呢 他是美国共和党籍的众议员 他叫华尔兹 他就呼吁说 其实应该不要在北京办 应该直接换个地方办 他的理由是 中国他们隐匿疫情的真相 怎么可以让中国享有 办奥运的殊荣呢 好可是你看哦 明年2月就要开幕了 距离现在9个多月 突然要换地方 这根本不可能 所以他主张抵制参赛 我们刚看到的是国会的立场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中央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呢 好像有一点内部矛盾 左边这一位男生呢 他是国务院发言人 叫做普莱斯 他在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有被问到说 美国到底要不要联合抵制 明年在北京举办的冬季奥运会呢 那个时候他怎么说 他说当然希望跟盟友 讨论这个事情 然后呢协调一致 符合彼此利益的一个做法 好可是呢他话才说完哦 隔天白宫发言人杀奇 马上就推翻了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他说美国对于北京 要主办冬奥 其实立场是没有变的 美国没有讨论过 那目前呢 也没有找任何的盟友 或者是伙伴 讨论抵制的事情 这个是中央的一个声音 那我们再来看看 体坛又是怎么样 看这件事情的 美国的奥委会主席 就跳出来 他很反对 他说不要把运动员 当成政治筹码 这对运动员会造成负面影响 然后根本也解决不了问题 他认为应该用 其他更有效的方式 才能够处理中国人权问题 那再来我们看到国际奥会 国际奥会的立场 也蛮相同的 觉得这只会惩罚到 那些无辜的运动员 好所以中国外交部 赵立坚 这个发言人呢 他就重申了 说现在大家都一直在抹黑中国 说新疆有什么种族灭绝的事情 这个指控 世纪谎言 他说这个美国带头做这样的事情 小心我们中国会反击 然后也提到了说 把体育运动 政治化 这已经违反了奥林匹克的精神 那实际上呢 前两天 南韩跟日本这两个国家 其实也都对外澄清 说美国并没有找他们讨论抵制的事 那想一想其实也对 因为你看日本自己今年就要办奥运了 那其实也很怕大家不来参加 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还会加入抵制呢 所以不太可能 这是一个不治之举 好那我们看看美国总统拜登 又是怎么想的 其实呢 他现在有一点点两难 因为呢 如果他不抵制北京冬奥 那可能就会得罪 共和党内的一些对中鹰派 那未来呢 当然他想要推一些什么政策啦 就会 可能就会受到杯葛 但是呢 如果他选择抵制 哇那事态似乎又更严重了 因为拜登政府可能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有专家认为说 如果你真的去抵制了北京冬奥 那不就是跟中国彻底的撕破脸了吗 也变成了新冷战 所以这也会让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面临重大考验 美国政府日前透露美方可能会因为新疆议题 和各国盟友联合杯葛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的想法 我们继续说 when it comes to our concerns with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including Beijing's egreg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ts conduct of genocide in the case of Xinjiang, that w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is meaningful, w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will have impact, but everything we do that is – that brings along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will have all the more influence with Beijing. And so that is wh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s part of our thinking on the Beijing Olympics, is engaging with partners, with allies, to Command the world, as opposed to the government and comparable to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fact is that we have to do so much in the U.S. and in Beijing. As part of the U.S.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share it with the U.S. and what he said that Putin is all about the war and the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said that the president's military in the U.S. The U.S. In the U.S. The U.S. However, the U.S. But the U.S. He said that the U.S. In the U.S. 普莱斯的说法却被自家人给反驳 不知白宫否认美国正在和盟友 一起讨论杯葛北京冬奥的事情 美国国务院当晚也忙着澄清 目前美方都还没有进行任何相关动作 但一下有一下没有 不少外媒解读这戏剧性的转变 事实上拜登政府还在犹豫该如何 针对北京冬奥采取行动 不过就在美国政府说法迂回之际 中国方面则率先对外表明立场 至于所谓的联手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说法 我也想强调 将体育运动政治化 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 损害的是各国运动员的利益 和国际奥林匹克事业 包括美国奥会在内的国际社会 不会接受 我们有信心与各方一道 将2022年北京冬奥会 办成一件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中国警告一旦北京冬奥被抵制 国际社会都不会接受 但有分析指出 美国放出联合杯葛的消息 恐怕也并非空穴来风 尤其外界大喊将赛事 遗失日本或美国的声浪不断涌出 因此美国国务院的法夹湾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 也确实透露出了美方 打算对北京冬奥祭出动作势头 不过也有分析者认为 杯葛冬奥不仅将伤害运动员的生涯 更将让美中关系再降到谷底 因此软性抵制 官员不出席观赏冬奥 会是美方最具可能的做法 只是现在距离冬奥开幕 还有将近一年 这段期间两国将如何互动 恐怕还会出现不少变化 在那些文章能不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